- 陸劇《仙剑奇侠傳》系列的第四部作品《仙剑奇侠傳4》 於2022年開拍,並在拍攝四個月後殺青 前陣子才傳出一男女主角爭搶番位 雙方互不相讓,導致該劇持續無法定檔 17日官方宣布劇集開播,並在貼文中標註領先主演時 將男主角陳哲遠的名字排在女主角菊靜一前面 雖然附註了排名部分先後,但還是引起女方粉絲不滿 菊靜一的工作室稍早發出聲明指出 出演合同中已經約定好,將菊靜一的名字 為列所有演員署名第一位,沒想要開播當日 劇組竟然違背約定,實在讓人無法理解 菊靜一工作室也透露菊靜一對作品和角色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情感 自開拍以來跟屢次承受酸民攻擊 但為了維護作品在觀眾心中的形象,而選擇一再忍讓 認為只有嚴格履行合同條款才能避免爭議 不過陳哲遠的工作室,隨後發文透露合同內的著名 使用男女一號角色署名,排名順序交替在前 並著名排名不分先後,否認了爭搶番位 而仙劍奇俠傳4劇組,截至目前為止尚未做出回應 名牌不分為無法困難 眉曆 級